列印部分各位可以看到 總共有幾個動作 先來講框線部分 等一下再來講頁手跟頁尾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將來 你要去列印一個報表的時候 列印報表的時候請記住 你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資料都準備好了 但是你列印的時候卻發生什麼事情 印出來奇怪為什麼沒有框線 之前好像還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我看到 明明Excel裡面有表格的 為什麼印出來沒有表格 我跟各位講 Excel裡面預設的表格是沒有顏色的 所以你印出來絕對不會有框線 你必須要自己加框線上去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要特別注意 這個框線不是預設的 所以也就是你們等一下可以先預覽列印一下 從這個檔案有沒有 怎麼預覽列印呢 你可以從版面配置裡面 找到預覽列印 展開這邊預覽列印 看一下有沒有 預設是沒有的 那怎麼加框線 首先的話我們第一個 先來看題目有什麼要求 題目裡面是要我們做什麼 設定框線 第七點 設定框線 然後內框線是最細線 外框線是四出外框線 然後第二列為雙線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要整個選取 所以游標放在這個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意思就是把右邊選取 再向下整個選取 選完之後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所有的框線 通通通通都加細框線 通通通都加細框線 直接什麼 選取 記得喔 在這個位置 常用裡面的這個框線 這邊旁邊有個箭頭 點擊它 找到所有框線 OK 就把它點擊了 不過所有框線 點擊它之後的話 所有的細框線 就加上去 但是喔 題目裡面 有提到 就是說 外框是次框線 不過沒關係啊 我全部都是細框線 再把外框線改為次出框線 外框線怎麼改次出框線 點擊它 各位可以看到 有個叫粗外框線 這好像講過嘛 所以呢 本來外框線是 細框線的 點它一下 外框線這個時候 也變粗的 而且是次出框線 再來把第一列選起來 第一列選起來 為什麼要選第一列 你在點這個箭頭 底下會有什麼 有一個叫什麼 底端雙框線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嘛 那你把它點擊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第一列的底框線 變成什麼 底端雙框線 好這樣的話呢 你在到版面配置裡面的 這邊展開來看一下 預覽列印 欸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 我們需要的效果出現了 至少 列印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框線了 不過呢 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上面有標題 可是呢 奇怪 下一頁標題 為什麼沒有出現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有沒有 這個也很重要 不然你列印出去 奇怪 第一頁有標題 有欄位的名稱 下一頁呢 你就交給你老闆 老闆也會覺得 你這印什麼給我 第二頁奇怪怎麼沒有 那你要叫我翻來翻去嗎 再回到第一頁嗎 這不合理喔 所以你們老闆應該給你退貨 所以特別注意 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你一樣 可以再到版面配置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第七題就完成了 第八題要做什麼 第八就是列印設定 所以特別說 這個框線很重要 一定要會 不要 到時候你去上班的時候 然後突然印出來的 報表被退貨 OK 好 再來列印設定 即偶頁不同 所以 將來 第一頁跟第二頁 那第一頁 特別是要 頁首部分 顯示列印的日期 列印的日期 就哪一天列印的 和工作表名稱 好 之間需要有一個空白 要加一個空白 那 即 就是那個 1跟3 在右側 偶在左側 OK 這個是所謂的頁首部分 放在頁首指的是一個頁面的上面部分 頁尾指的是下面部分 無論基偶頁 都在中間加頁 OK 那列印的那個 範圍為第一 那再來的話 就是列印的標題 範圍為第一列 OK 這個地方的話怎麼做 請各位先把那個框線部分先做完 等一下我們來看 列印設定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我們要列印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預覽列印一下 我們需要的效果一定是下一頁 那我希望什麼 就是說我的那個標題列 有沒有 在每一列都一定要顯示 這個技巧一定要學會的 那怎麼做 先切回到常用 然後一樣版面配置裡面 這邊一個箭頭 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每一頁都可以看到它的標題列的話 很簡單 切到這個 從版面設定裡面 找到我習慣從這個箭頭切到這個 這個頁面 這個視窗 再找到工作表 工作表裡面 各位可以找到 其實也不用死背了 裡面你可以找到什麼 列印標題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標題 那如果說你的標題是一個 一列的話 很簡單 你就去怎麼樣 標題列的地方先點一下 再把優標點一下第一列 因為我的標題列是在第一列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 點一下第一列之後的話 它會在標題列上面 出現 有沒有 這個 前的符號 1 冒號 有沒有 然後前的符號 $1 意思就是說呢 它會鎖定第一列 就是第一列到第一列 實際上就是第一列的意思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確定沒有問題的話 按預覽列印看一下 然後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你會發現呢 它以後的每一頁 都會出現什麼 我們剛剛的標題 那再切回到常用 好 OK 第一個部分就完成 實際上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題目裡面講的 就是 這個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 設定基偶業不同 還有那個業守業圍 然後 基業在右邊 偶在左邊 然後它需要一個什麼 列印日期跟名稱 那之間需要一個空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的話一樣 切到剛剛這個 的 版面配置 展開來一下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基偶業不同 在哪邊設定呢 點工作表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話 裡面有沒有一個叫 基偶業不同的一個 是不是在 看一下 這不是在邊界 夜守夜尾的地方 跟那一樣 夜守夜尾的地方 你把它先點開來 然後找到下方 會有什麼 基偶業不同 所以這邊的話 把基偶業不同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切到夜守 那所謂的夜守 就是每一頁的最上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這邊有打勾的話 這個有打勾 那在 制定夜守的這個地方 會幫你把基葉跟偶業 分成兩頁 也就是說 基葉在這邊 偶業在這邊 那它題目是要我們怎麼樣 基葉的那個 就是在右側 所以你又 假設我今天是基 做右側 那做什麼呢 插入一個今天的日期 所以插入日期 再AND AND一下 那特別注意要加一個空白 因為我 題目要我們做什麼 要在那個日期跟 那再來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你工作表名稱 那工作表名稱 指的應該就是 最最右邊這個 就是在123這個 工作表名稱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 點擊這個工作表名稱 它會出現一個所影標籤 那所影標籤的部分的話 記得你在這邊 它會是一個AND 然後 中間的話記得加一個空白 記得 那這個時候 將來以後這個地方 就會多一個空白 所以它會有一個AND日期 然後呢空白 然後AND 所影標籤 那請你把這個地方 複製一下 Ctrl A 切到偶數的地方 在左邊的地方貼上 因為它一個是左邊 一個是右邊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在你的上方這邊 就會出現了 不過因為現在是第一頁 只會顯示 所以一定會先在右邊 那你怎麼知道 在這個第二頁以後 是不是 你預覽列印一下就可以了 好 預覽列印 這個是第一頁 然後有沒有 日期 今天日期 空白 加上一個工作表名稱 下一頁 在左邊了 右邊了 在左邊 應該沒問題了 然後再切回到板面配置 再進來一下 好 那接下來 夜尾的部分 它夜尾都放那個什麼 夜碼 那夜碼是哪一個 中間這個 有沒有 在1、2 插入夜碼 然後呢 夜首跟夜尾 就是機偶都一樣 所以複製一下 再切到偶數的地方 把它貼上 那夜尾的部分呢 也都會有夜碼 按確定 你可以預覽列印一下 看看有沒有 1、2、3、4 全部在中間 沒錯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就完成了 OK 那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首先第一個 版面配置 我剛剛做的第一個 是 就是那個 列印標題 這個地方 用選的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把 游標 選在這邊 再選一下 第二個的話 就是在 夜首夜尾的 機偶頁不同 這個記得打勾 制定夜首 然後記得 機的在這邊 偶的在這邊 那分別用哪兩個按鈕 一個是日期這個 看起來應該看得出來吧 日期 在中間 然後再插入一個這個 這個是索引標籤 在中間 記得加一個空碼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它複製 假設你是做機 再做 把它複製 再做偶 按確定 那 夜尾的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夜碼是哪一個 第二個按鈕 所以特別重要是 第二個按鈕這邊 插入夜碼 然後呢 一樣 偶數夜的部分 也是 再做一次 按確定 再確定 就完成了 OK 這一題的話我想 最後那你 如果確定有沒有問題 你預覽列印 看一下 如果都跟我剛剛做的都一模一樣 那恭喜你 這一題就完成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所以後面會需要有那個 如何設定那個框欠的列印 跟什麼呢 跟這個 你要列印錢的那個 各列 就標題列都要有 然後還有就是說 那個夜鎖跟夜尾的字列 好